我来我来 老大美 你不吃吗 你放心 我有的吃 来 这是剩菜呀 中午剩下的 晚上继续吃 不浪费嘛 你也是湖南人 少不了辣子 在金刚山的时候 辣椒不好找 真的是把我缠坏了 在农江所就听你说过 要多吃剩菜 冷饭 可以锻炼成胃 这样就算到监控环境 也能很快适应啊 确实是这个道理 小同志 不一起吃吗 我吃过了 打饭的时候吃的 听毛总理说 你想去长沙 给他找个帅不乱的饭盒子 对 我也是听别人讲的 长沙大得很 什么都有 不光是饭盒子 我呀 还想给毛政委 找个皮子做的箱子呢 一到行军的时候啊 毛政委随手要用的东西 都放在九层挂宝里面 塞得满满的 可还是有些东西装不下 可惜啊 不打长沙了 你怎么知道不打长沙了 其实我是猜的 我跟毛政委啊 在江西的时候 每次要打一个新的地方 他总会给我们讲一些 那个地方的情况 还告诉我们打下来以后 要注意的问题 有时候还会讲几个 当地的历史故事 可是这一次 我们围着长沙转来转去 毛政委什么也没说 就连打长沙的事 也一个字没提 我这心里就猜出了几分吧 萧同志啊 你心思还蛮细的嘛 那我是猜对了吗 你猜对了 那我这 饭盒子的计划可就落空了 你呀 你这满脑子 都想着饭盒子 毛政委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去哪里 明天下午出发 沿着珠平铁路 向湘东赶西挺进 对了 你给周特派员啊 找套军服了 是 你不是中央来的特派员吗 也跟我们一起走啊 我从武昌开始 就是跟着毛政委一起走的 大革命时期 毛政委在武昌成立了 中央农运奖西所 我是那里的教育主任 这次 我原本是传达中央指示 收获毛政委 大长沙的 谁知道 反而被他给说服了 不管是中央说的 还是毛政委说的 只要是正确的主张 我们就要听 你说对不对 嗯 对 快去吧 是 朱州的这一场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 在党史上被称为 发生了 事先让我来说服了